股票换发指的是股东领取后 如果被弄脏弄破损坏或是想要合并 分割不同面额的股票时 就必须进行换发作业 股票换发时会先取回旧有的股票 并且从备用股票中进行选用 同时将新旧股票送去签证银行盖章 签证送回后才会请股东前往领取 由于换发作业会有上述将股票送去签证银行盖章 以及送回的过程无法在第一时间内完成 因此云端股物系统中会根据这个过程 将换发作业分为申请 备用签证签证取回股东领回四个阶段流程 每个阶段执行后都必须进行储存 等待实际执行的情况跟上后才能进入下一阶段的操作 当股东把旧股票交给公司时 便需要进行第一阶段的换发申请 在左侧栏位点选股票资料 按下正式股票中的换发作业 点选换发申请以及新增后 输入申请书号 申请日期 输入户号 总股数 填入换发原因 接下来 点选所欲换发的股票 就会呈现在下方换发股票区 确认张数和总股数无误后 按下储存 第一阶段换发申请及完成 提醒您 第一阶段系统操作完之后 可以到右上角按下练义申请单 将申请单练义输出后 交给股东作为凭证 进入到备用签证的阶段 您必须将新旧股票寄给签证银行 等待银行将旧的股票确认报废 并且在新股票上盖章 才具有效力 除了备妥新旧股票之外 也必须一并附上签证注销申请书 它就是提交给银行的一份明细 展明需要被注销的旧股票 以及签证的新股票 回到系统 进行第二阶段备用签证的操作 这部分您必须输入备用签证日期 以及新增备用股票 备用签证日期指的是 您预计将股票送去签证银行的日期 备用股票则可在下方 这个备用股票登录中产生 输入年份 股别 股票面额单位 备用股票票号 资金来源 已税或未税 完成后按下加号 备用股票就产生了 选取备用股票 确认股数 并于前方核取方块中进行勾选 就会在下方补发股票区块中 看到该张股票 没有问题的话 就按下储存 您可以按下 列印申请书作为检视 报表会显示 原持有旧股票 以及换发后新股票的资料 再来 在股票报表中 点选签证注销申请书 输入申请书号 签证银行 注销股票是否列印 按下是之后 输出报表并列印 届时将这份表单 连同新旧股票 提供签证银行即可 再来 进行第三阶段签证取回 此时 签证银行会将 已经盖章的新股票 以及结缴私下 报废的旧股票 寄回到公司 您可以登入云端系统 填入签证取回日期 按下储存 完成第三阶段的操作 最后进行股东领回 将股东前来领取 新股票的时间点 输入至系统中 按下储存 股票换发作业 便告一段落了 点选股票报表 按下股东持有股票清测 输入股东护号 报表输出后 您可以确认 该名股东是否已经 换发持有新的股票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